1分之1的什麼東西 1分之1的 珠平方啊 這樣可以嗎 那我問你喔 這個時候它的因子是誰 如果你取對角線啊 它的因子是誰 就1分之1啊 它的密集因子是不是就1分之1 對不對 這樣在外公上 不知道 外義屬於是公喔 來想說一遍喔 你要算這個正方形的密集 你只要在這個幾何圖形上 找到一個線段 這個線段你要找誰都可以 小時候老師會跟你說 你要知道它的邊長 因為邊長 乘邊長啊 S 平方就是它的密集 那我問你我找對角線可不可以 可以啊 甚至你也不一定要找對角線你還可以找什麼 像有些同學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找它的周長 周長可不可以 欸 同學我問你 如果它的周長叫做 來 如果它的周長叫做K 如果它的周長叫做K 那請問它每一邊的長度是多少 是不是叫4分之K 那我問你 那它的密集是多少 16分之什麼 16分之1 就是16分之1 所以你從這邊你好像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任何的幾何圖形在平面上 它的密集都可以用這種形態去把它表現出來 線段的平方再乘上密集因子 只是這個密集因子 有時候你不知道它是誰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你們也知道啊 像我們不要講正方形 我們講什麼形 我們講圓形好不好 欸 同學我問你 圓的話 你們的面積有選過吧 圓的面積 圓的話這一個線段你會找誰 半徑 那個半徑叫做誰 半徑是不是叫做R 那請問你圓的面積叫π什麼 πR平方 所以對一個圓來講 如果這個線段你取的是它的半徑 請問你喔 它的面積因子就是π 是不是就是π 所以現在同學你仔細回來看這個問題 這三個三角形都相似 相似就是等比例放大跟縮小 相似的話 請問你 它們面積因子會不會一樣 一定會一樣 因為你取的邊 如果是取同一個邊 對不對 相似其實就好像說 你很遠的看這個東西 然後你再近一點看它就變大 但其實它是同一個東西 你懂它感覺嗎 所以對相似型來講的話 我告訴你喔 它的面積因子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邊喔 這個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它的面積就等於這個面積加這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是誰呢 這個面積很簡單喔 就是a的平方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f 這個f是誰 這個f就是它的面積因子 那你說老師 這個面積因子是誰 不重要 反正就是有個面積因子 這樣你聽懂嗎 然後再來 它會等於 來 這一段叫做誰 c 所以它就是c平方 再乘上什麼 它的面積因子 叫做f 對吧 這個面積因子 其實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你已經建立這個概念 然後同學你告訴我 只要我們左右兩邊同時 把f怎麼樣 消掉 消掉 B4T你不就出來了嗎 我覺得這樣講比較直觀 了不了解 其實數學課很難熬對不對 一堂課50分鐘就這樣過去了 還行嗎 可以耶 很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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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要轉學去高職 我高職就不上去 我高職就不上去 來放心 這個 我告訴你 來 這個要借我一分鐘 來 各位同學來看這邊 你正常會學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 他媽這怎麼會 第二個東西就是 必是定理 你至少結果給我記下來 那你覺得說老師我不是要記結果而已 我希望我的程度再好一點 那其實你要會這樣 這樣就好 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 來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什麼唸 BETA BETA 這什麼唸 R 剛剛你的大功夫 這什麼唸 R O 這唸SIGMA 靠北 這唸什麼 H 這唸什麼 ZITA ZITA 這觀眾主唸什麼 Pi Pi 你要唸V 可以 這樣可以嗎 這唸什麼 不要唸W O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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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唸什麼 淡解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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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FETA 第二 這樣怎麼會 回去 多練習幾遍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張教訓先到這邊 謝謝 可以關掉